西方察觉不妙,库尔斯克或是陷阱,乌军面临灭顶之灾 大家好,自乌军发动库尔斯克行动至今,以一周有余 这一周可谓是乌友们的狂欢时刻 甚至有人吹嘘,乌军朝着莫斯科前进,马上就要申请普京了 然而在乌友狂欢之余,也有不少人意识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声量最大的西方媒体去哪了呢? 作为乌克兰背后的支持者,俄乌冲突两年多了 在舆论宣传阵地上,西方媒体对乌克兰的力挺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从乌军发起库尔斯克行动至今,我们却很少看到西方媒体宣传此事 即便有相关报道,态度也是暧昧不清 比如说英国媒体路透社在8月12号的报道中 在标题上写道,乌克兰吹嘘在库尔斯克地区取得巨大进展 而在当天的另一篇报道中 路透社也没有为乌军这次大胆的军事行动喝采 而是专注于描述一位乌克兰农民在俄军炮火中的苦难 路透社作为英国知名媒体,怎么想都不可能帮俄罗斯说话 既然如此,我们只能解读出一个意思 西方并不看好乌克兰这次越境行动 不敢狂欢,是担心被立刻打脸 其实在最初的一两天,乌军的库尔斯克行动对西方来说就不是什么惊喜 而是惊吓,就像白宫的第一反应 不是支持乌克兰,而是担心乌军使用美制武器攻入俄本土 却没有事先通知美国,这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呢 而在时间拉长到一周以上的时候 西方开始担心的,则是另一桩事情了 库尔斯克可能会成为一个陷阱,乌军将面临灭顶之灾 按照欧洲著名智库一位研究员的说法 没有无风险的选择,也没有无风险的战争 前几天,德国明镜周刊就曾发出警告 乌军突袭库尔斯克如此成功 将导致其做出更具风险的选择 在长期丧失领土而又无法收复的情况下 乌军短短几天突入俄军十几公里占领大片土地 可能会让乌克兰对局势做出误判 认为自己能够实现永久占领 并将失控土地作为谈判筹码 这对乌克兰来说风险极大 因为普京很可能根据这一点 将库尔斯克做成一个陷阱 让这里成为消耗乌军的无底洞 别忘了乌军发起库尔斯克行动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牵制乌东战线的俄军主力 如果普京下令调动顿巴斯地区的俄军征援 恐怕要不了几天 库尔斯克州的乌军就会被击退 但事实上 俄罗斯并没有抽调乌东军队快速平乱 而是从大后方调兵 导致库尔斯克战事的时间线被拉长 在库尔斯克地区大量居民被疏散的情况下 普京的这个选择似乎正好印证了西方媒体的担心 即俄罗斯打算利用乌克兰对库尔斯克的野心 尽可能消灭乌军精锐 如果乌军不能认清事实 见好就收 非要在库尔斯克战斗到底的话 那么在俄军的围剿下 乌克兰准备了一年多的这支精锐部队 恐怕会面临灭顶之灾 借此整个俄乌局势 也将再无翻盘的余地 谢谢大家 再见